季洪四十岁,一个人躺在病床上,望着窗外看不见的天空,想着小时候抬头就能看见的蓝天和白云,还有那微雨后湿润的风。 他原本在一家制衣厂上班,是一个车间主管,每个月工资九千,这可是他上班二十二年才得来的结果,他很满意和高兴,可是这一切都已结束了。 他微微笑了笑,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吧,老公早早就放弃了治疗,现在都很少来医院了,想着才买了不久的新房,他想至少两个孩子有个好住所。 可是,他又皱起了眉,这次生病后,老公的冷漠让他寒心,他怕自己不在后,他的两个孩子会怎么样? 会不会有一个女子,能真心待她们好?可是,她还能怎么样呢?她也想陪孩子们长大,看她们上大学,结婚生子,可惜天不佑她喝。 此刻,两个孩子干什么呢?儿子晨晨已经十岁了,应该可以照顾六岁的女儿家家吧,只希望老公李全能,多看顾他们一点。 医生和护士来了,笑着问他感觉怎么样,他笑着说道送医生,给我开点能止痛的药吧,我想出院,回家陪陪孩子。 送医生,送医生皱眉说道你真的决定了吗?也许再做一次手术,还有希望?或者至少能多活几年。 季红摇了摇头,说道送医生,谢谢你,这一年多辛苦你了,我不想再动手术了。 如果有一天要插满管子生活,还连累了亲人,不如我到处去转转。 呵呵,说句让你笑话的话,我几乎没出去旅游过呢。 送医生也知道他的情况,听说他老公在第一次手术前,已经放弃了治疗。 这一年多的治疗费用,都是他弟弟负责。 作为一个医生,他早看惯了生死,可是看着已经释然的季红,他还是有些难过。 他点了点头,说道好,我知道了,我给你开几种药,你换着吃。 季红谢过了送医生,然后慢慢起来,收拾自己的东西,同病房的王姐过来给他帮忙。 他拿着药方,去开药和办出院手续,他的账上竟然还有两万多。 他笑了笑,觉得这些钱够他生活一阵了。 季红戴着假发,走出医院,觉得空气都清新了许多,原来曾经让人厌恶的有些浑浊的空气,也让他这么欢喜。 站在路口,看着车来车往,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要去哪儿,他没有多少日子了,还是不要去见孩子们吧,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痛苦和狼狈,也许会留下阴影。 他现在该干什么?去哪儿? 他又抬头看了眼天空,炽热的阳光晃花了他的眼,一阵刺痛使他流下了眼泪。 季红招了一辆出租车,送他去步行街,他坐在车上好奇,看着窗外,觉得好热闹啊。 他很少坐出租车,宁可早起一个小时乘公交,也不会坐出租车,呵呵。 走在步行街拥挤的人群中,他走走停停,那些品牌店他都很陌生,几乎没有进去过,一件看着普通的短袖,都要好几百。 不过他也不遗憾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,都有自己要走的路。 看见一家饺子馆,他慢慢走了进去,正好临窗有位置,他觉得自己运气真好,要了半斤羊肉馅饺子,还有一碗汤,一根酱大果。 此时下午三点,店里人不是很多,窗外的行人有的步履匆匆,有的和朋友随意玩笑,他觉得真好。 饺子上来了,在住院期间,他很少吃这些东西,经常就是医院的稀饭和小菜,此时吃着鲜美的羊肉馅饺子,觉得真是太美味了。 酱大果特别好吃,上面肉很多,很软,吃一大口,肉味浓郁,筋道中有软糯,他吃着肉,喝着汤,再配着饺子,真是人生幸适合。 吃完饭,他拿出手机,想着自己到底想去哪儿呢,在他身体好的时候,忙着挣钱,忙着照顾孩子,从来也没有想过呀。 暖暖的阳光,透过窗户洒在他身上,暖洋洋的,他舒服地眯起眼睛,长长的睫毛上,却有淡淡的湿意。 他很喜欢坐在这里,也坐了很久,因为这时段人不多,老板也没什么意见。 纪红考虑了一会儿后,想着还是去苏州吧,他想看看那边的园林,在幽静的小院住一段时间。 他在手机上买了火车票,结了账,感谢了老板,打车去车站。 在后车厅,又寻找那种比较安静的民宿,选定一家后直接订了三个月。 有了住的地方,心里安定了,他有些累,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。 此时,在医院,看着空荡荡的病床,季勇一脸苍白地去找医生,他想着不可能,如果姐姐真的不在了,医院一定会给他打电话的。 宋医生看见他,直接说道别着急,你姐姐暂时没事,他要求出院,中午就走了。 季勇着急地说道宋医生,他病得那么重,怎么能出院呢? 是我姐夫接走的吗? 又不用他掏钱,他凭什么? 宋医生说道你冷静点,你姐夫很久没来过了, 是你姐姐说,他想用剩下的时间,到处去转转,过几天想过的日子。 季勇走出医院,给姐姐打电话,季洪笑着接通了,说道小勇和小赵好好过日子,以后有时间了,帮我多看着点澄澄和佳佳。 季勇眼泪立马涌了出来,颤抖着说道姐,你到底在哪儿,就算你不想动手术了,也让我陪陪你。 季洪说道好,等我安定下来了,就告诉你,小勇,放心吧,姐姐好着呢。 季勇有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,小赵吓了一跳,赶紧给他倒杯水,说道这是怎么了?发生什么事了? 姐姐,他没再说,毕竟姐姐的病,似乎是一个定时炸弹,让他们家也随时在爆炸的边缘。 他看了一眼自家房子,季勇已经和他商量着,能不能先卖了房子,给姐姐治病。 小赵也不知道该怎么办,他和季勇感情很好,这一年多为了给姐姐治病,家里没有一分余钱,可是卖了房子,他们一家三口怎么办? 儿子也才三岁啊。 季勇当时对他说道小赵,对不起,我知道自己很自私,可是我不能看着姐姐重病不管,如果没有姐姐,根本就不会有我呀。 他和他抱着哭了很久,季勇说道小赵,我们离婚吧,房子卖了一人一半,孩子归你,这样你至少还有一半,带着孩子过夜轻松点。 小赵想起这些话,沉重地吐出一口浊气,季勇苦笑着说道小赵,姐姐出院了,不知道去了哪儿,他让我们好好过日子。 话没说完,季勇捂着眼睛的手缝里,眼泪不停地往下落。 小赵也吃了一惊,姐姐已经是胃癌晚期,如果不在医院,谁也不知道能活多久。 季勇抽掖着说道小赵,你说姐姐会去哪儿,如果他真的决定了,不愿意治疗,想去到处转转,也应该告诉我呀,我带着孩子们陪他去。 小赵说道,季勇,你先别急,我们一起想办法找姐姐,然后带着澄澄,佳佳和浩浩一起去找他,陪他过一段他想过的日子。 季勇是一名程序员,在游戏公司工作,每个月工资三万,季洪是大学老师,每个月有八千,两个人的日子,本来过得也算安逸, 直到姐姐得了重病。 这天上班后,季勇去找领导,说自己要请几个月嫁,领导很不高兴,说道季勇,现在可是最忙的时候,你又不是不知道,再说这个游戏没有你,还怎么往下走,你这是故意为难我吧。 季勇很歉意地说道一总,我姐姐没多少日子了,我是姐姐养大的,我想陪着她走完最后一段。 周总也愣了愣,想了想说道季勇,你家的事情我也听说了,你陪着姐姐没错,可不管去哪儿都需要钱,反正你的工作只要有电脑就行。 你觉得呢?季勇很高兴,他现在确实需要钱,就像周总说的,不管他想陪姐姐去哪儿,吃点什么,都离不开钱,更何况还要带着三个孩子呢? 他郑重地对周总说道,周总,谢谢你,真的非常谢谢你,你放心,我一定会按时完成工作的,需要和别人讨论的,我们视频就行。 周总也觉得这样挺好,虽然季勇也三十岁了,可是技术特别好,很有想法,能跟上年轻人的思路,他真的很看好他。 和同组的人交代好了,他回家和姐姐视频,季勇犹豫了一会,还是接通了,他正在一个院子里,躺在躺椅上。 季勇笑着说道,姐,你今天气色真不错,吃饭了吗? 季洪说道,呵呵,吃了呀,鸡丝面,特别好吃,还吃了二串烧烤。 季勇说道,姐,给我发个定位吧,我带孩子们去找你,我们一起好好过一段日子。 姐,孩子们不小了,他们需要你,而你也需要他们。 季洪有点犹豫,说道,小勇,那你的工作呢? 再说家家和浩浩没事,可澄澄还要上学。 季勇说道,姐,我的工作只要有电脑,在哪都能做,澄澄过去看看你,再来上学,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放假了,到时候让小钊带着一起来。 季洪也很异动,这两天他一个人,在这个陌生的城市,很悠闲,却也很孤单,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 他愁愁着说道,小勇,真的不会影响你吗? 我怕我给孩子们留下不好的影响,我担心。 季勇打断他,说道,姐,如果你不让我们陪着你,反而会让我们遗憾一辈子,你最后的时光,有我们陪着,对我们都是最好的。 季洪知道,对弟弟来说,给他治病是最重要的,如果他真的不让他来,弟弟一定会特别痛苦。 季洪给弟弟发了定位,说道,小勇,我很高兴,有你这个弟弟,你别总觉得对不起我。 季勇说道,我知道,姐,我这就去接孩子,你等着我们。 挂了电话,他去姐夫家,开门的竟然是一个陌生的女人,大概三十多岁,既用脸色阴沉到底。 他进门后喊着晨晨和佳佳,两个孩子从卧室跑出来,抱住他的腿,晨晨冷着脸说道,舅舅,你来了? 我妈妈怎么样了?你带我们去看妈妈吧,我们想妈妈了。 他摸着晨晨的头,说道,好,舅舅带你们去,你们去换衣服。 然后他又问孩子说道,晨晨,你爸爸呢,怎么不在? 晨晨皱眉看了那个女人一眼,说道,胡阿姨来了,爸爸去买菜了,等下就回来。 晨晨进孩子的屋,给他们收拾了几件衣服。 去年姐姐检查出得了胃癌,确诊后已经快到后期,姐夫在医院待了几天后,直接回家不见了身影。 晨永特别生气,跑到他家打了一顿,他实在想不通,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冷血的人, 给自己生儿育女的人,在医院生死一线间挣扎,而他冷漠地不闻不问。 李全却愤怒地说道,晨永,你有什么权利打我? 我告诉你,你姐的这种病,就是年轻时累的,为了养大你,供你读大学, 你姐吃不好,睡不好,所以才会得的这种病。 晨永,我不欠你姐的,更不欠你的,可是,你欠他的,是你欠他的。 晨永和他打了一架,赶到医院,不管姐姐怎么说,拿出家里所有的钱,给姐姐做手术。 可是,手术结束后,效果并不好,医生建议他们再做一次手术, 姐姐陆陆续续一直住在医院。 李全拿着买的大螃蟹进门,说道真真,我告诉你啊,我买到了你最爱吃的大闸蟹,特别肥,你等着,我现在就烧给你吃。 晨永带着孩子出来,李全突然有些尴尬,不过不耐烦地说道你怎么来了,你有什么事? 晨永冷笑着说道姐夫,我姐还没死呢,你是不是太着急了? 李全愤怒地说道,晨永,你胡说什么? 谁让你到我家来的,我和什么人交往关你什么事? 晨永说道呵呵,确实没有关系,我今天来,是要带晨晨和佳佳去看我姐,我们现在就走了。 李全沉默了一下,说道你姐怎么样了,还好吗? 晨永说道,我姐就不用你操心了,你还是给客人去蒸大闸蟹吧,这大闸蟹可不便宜呢。 说完,他带着两个孩子出门,晨晨说道舅舅,那个阿姨经常来家里,有好几次还和爸爸住在一个房间,这是我们的家,妈妈为什么不回来? 晨永真的很生气,他带两个孩子回家,小赵和浩浩在家准备东西,他们买好了明早的票,他也已经给程程请了几天假。 孩子们去房间完了,晨永说道,小赵,我想让姐姐起诉离婚,至少那套房子有两个孩子一半,不然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? 晨永说道,晨永说道,晨永,不可能啊,姐姐不在了,姐夫就是孩子的监护人。 晨永说道,晨永,我先和姐姐商量一下,如果姐姐同意,我们当两个孩子的监护人,你说行不行? 晨永,小赵有点犹豫,他觉得经常去看看两个孩子可以,可是养两个孩子长大,真的压力太大了。 晨永看他愁愁的样子,艰难地说道,小赵,你放心,我以后一定好好工作,我能养得起两个孩子的。 小赵叹了口气,说道,你先和姐商量吧,我怕我们得不到孩子的抚养权,毕竟他们有亲生父亲。 晨永叹了一口气,说道,小赵,姐姐还没走,他已经找了一个女人,你觉得这种狼心狗肺的人,会好好照顾两个孩子吗? 小赵震惊地说道,晨永,不可能吧,他怎么能这样?那房子可是姐姐出了多半钱买的。 晨永点了点头,说道,我今晚去看见的,晨晨说,那女的经常来家里,还和姐夫住一起。 小赵气坏了,觉得这人心都黑透了,他郑重地说道,好,你给姐打电话吧,如果最后侦探给我们,我一定会好好教养两个孩子的。 晨永给姐姐打电话,说道,姐,你起诉离婚吧,最好让李全那个黑心肝的,净身出户,把房子留给两个孩子,你放心,我和小赵会好好照顾他们长大的。 纪红正了一下,说道,晨永,可以吗? 我现在这种情况,孩子的抚养权肯定要不到。 纪红说道,姐,不管怎么样,我们都要试一试,李全已经找了一个女的,诚诚说,经常在家里,你辛苦买的房子,凭什么要便宜他们? 由于良久,纪红还是想给两个孩子,多一点保障,纪红连夜找了律师,让纪红写了委托书,告诉他孩子看见的,以及姐姐病了这一年多的全部事情。 第二天,纪红和小赵带三个孩子去苏州,到了纪红住的民宿,是一个不大的院子,看见他后,两个孩子哭着奔了过去,母子三人抱在一起痛哭。 纪红过去摸了摸澄澄的头,说道澄澄,你十岁了,是男子汉,妈妈身体不舒服,不能这么哭,我们要好好陪着他。 澄澄已经知道很多事了,她抬着泪眼抬起头,笑着说道,我和家家都听舅舅的,我们陪着妈妈玩,去吃好吃的。 纪红很欣慰,她已经和澄澄谈过了,不管孩子能明白多少,至少他们已经明白,这将是一段和妈妈最后的日子。 纪红和小赵看攻略,商量着要去什么地方玩,要吃什么好吃的。 她觉得有辆车比较方便,又看各种二手车市场,最后花了刚发的工资,买了一辆二手七座车,带着一大帮人去各处转悠。 纪红喜欢那种幽静的院落,他们出门玩的时候,在苏州郊外的一个村落,租了一套大院子,屋主去城里住,房子一直空着,正好时不时租出去挣点钱。 租好房子,小赵带澄澄先回去,等他们放假了再来,纪红和纪勇带着家家和浩浩暂时在这里生活。 傍晚,纪红在院子里躺着,家家带着浩浩在他身边玩,纪勇在厨房做饭。 他想着姐姐不能吃辛辣的,他炖了乌鸡汤,炒了排骨,还做了牛排,两个青菜,他想让姐姐多吃点,毕竟到了现在,姐姐想吃什么,就尽量满足吧。 吃完饭,他们俩带着两个孩子,在小河堂边转悠,纪红惊讶地喊着,说道家家,浩浩,快看,竟然有萤火虫。 两个孩子兴奋地想捉几只,纪红洗了一个吃过酸奶的玻璃瓶,让纪勇帮两个孩子捉萤火虫,几个人嘻嘻哈哈的。 纪红觉得,这段时间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,纪勇每天看着他吃药,陪他坐在院子里聊天。 这天晚上,纪勇有些伤感地说道姐,你还记得爸爸和妈妈吗? 纪红有些神往地说道记得呀,他们出意外的时候,我都十八岁了,而你才八岁。 纪勇苦笑着说道姐,如果那时爸妈没有出意外,你也是大学生,你那时候学习多好啊,年级第一,考个重点大学肯定没问题的。 纪红说道呵呵,那可不一定,也许我心态不好,根本考不上呢。 纪勇想起了那时候,爸妈和村里的人一起去干活,晚上回来的时候,手扶拖拉机直接摔下了悬崖,一车十多人没有一个活下来。 姐姐被人接回来的时候,爸妈和那些人被背了上来,在村里人的帮助下,草草办了后事。 姐姐带着他去找爷爷,想让爷爷照顾他几年,等他大学毕业就接他走。 可是爷爷,奶奶都不愿意。 奶奶说道,纪红,我和你爷爷都老了,你爸爸不在了,最伤心的是我们,我们老两口实在没有那个精力。 再说,你也看见了,你小叔的三个孩子都是我们带着呢。 他跪下求他们,可是没有用,姐姐没办法,直接退学,在家照顾他,让他上学。 过了几个月,村支书看姐弟俩可怜,通过关系介绍姐姐去了制衣厂,姐姐直接带他去了厂里。 厂长人很好,给他们了一间小宿舍,他就在那里长大,每天去不远处的学校上学。 姐姐努力工作,挣钱抚养他,后面供他上大学,他虽然跟着姐姐长大,却几乎没吃过什么苦,别人有的,姐姐也都会尽力买给他。 想到这儿,纪勇真想扇自己几巴掌,他觉得自己真是混蛋。 姐夫说得对,这一切都怪他,如果他能多懂点事,多替姐姐分担,多关心姐姐,会不会姐姐就不会得这种病了。 纪红突然看着纪勇,说道, 小勇,你别胡思乱想,姐姐这病和你没关系,很多事也许都是命理注定的。 小勇,其实你姐夫有问题,好几年了,家家生下那年,我就发现了,可是我不想孩子没有爸爸,一直忍者。 所以,如果说,真有人和我生病有关系,那也是你姐夫,不是你。 纪勇猛地站起来,说道,姐,你说真的?你没骗我? 他真的干这么做?姐,你真糊涂,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? 纪红笑了笑,说道,小勇,如果早知道会这样,我一定会选择离婚, 可是,我就是觉得两个孩子太苦了。 现在想想,孩子那么小,懂什么呢? 还不如离婚,我自己带着孩子们过,可是当时转不过弯来啊。 小勇,那个女人应该就是那天你见过的,叫胡珍珍, 你让律师想办法查一下,他们好像已经有个孩子,比家家小不了多少。 纪勇气得不行,瞪着姐姐说道,姐,你真是的,你为什么不告诉我? 你为什么要忍着?现在自己得了病,你走后孩子岂不是更受罪? 纪红苦笑着说道,小勇,现在后悔都没有用了,都说女人不能生气, 更不能长期忍着,原来都是真的,可惜明白时,已经晚了。 小勇,以后晨晨和家家要辛苦你和小招了,你一定要对她好一点,她真的很大方, 就算她心里有点不舒服,你也要要多体谅她。 纪勇说道,姐,你放心,我明白的,两个孩子都有我呢。 纪红知道开庭日期后,在纪勇和小招的陪伴下,去了法院。 在法庭上,李全愤怒地瞪着她,说她胡说八道,骂她为了弟弟,不顾一家人的死活。 可是,律师已经找到了各项证据,包括她婚内出轨,家里的钱不给生病的妻子治病, 却给那个女人买金镯子,更过分的是买了一套小房子。 当律师把这些证据交给法官时,整个法庭都沸腾了, 没想到人心这么恶毒,他们可还有两个孩子啊。 纪红轻轻地说道,我就是想不通,看不开。 才得了这种病,现在我很后悔,可是已经没有意义了。 现在我只想和她离婚,把那套房子就给我两个孩子,就她这种人品, 我也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她,我申请孩子由我弟弟抚养。 下面来听审的人都沸腾了,这男人实在太可恶了, 钱给小三买房子,留生病的老婆在医院自生自灭, 简直不配为人。 纪红无数次哭诉,纪勇和小招也在下面哭, 他们知道姐姐这么做,只是为了两个孩子。 她不顾自己的身体,只想给两个孩子留一点保障。 最后听到审判结果,纪红激动得差点晕倒。 李全婚内出轨,转移财产,藐视人命等, 最后净身出户,他们的这套房子和买的小房子都给了两个孩子, 而监护人是纪勇。 李全不服,大声谩骂,更是让纪红赶紧去死,差点被纪红打一顿。 在十五天后,李全不给过户,纪红赶紧申请强制执行。 他对法官说,我真的没多少日子了,谢谢你们。 等大的房子过户到城城名下,小的房子过户到家家名下, 他和孩子,还有纪勇一家回到那个租好的房子。 这时候,他的身体已经很弱了,他胃疼得根本吃不下饭, 纪勇带他去医院,让医生给他打针止痛。 纪红知道,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, 可是有两个孩子陪伴,有弟弟一家陪伴, 他觉得自己很幸福。 门外传来浩浩的欢笑声, 城城和家家轻轻陪在他身边, 他轻轻对城城说道,以后带着妹妹, 好好跟着舅舅。 写在最后说道, 纪红很后悔,他为什么要为一个出轨的男人, 伤心失望,而让自己得了一身重病, 他以为忍耐是为了孩子, 可是,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时, 才发现这才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。 杨将先生说道, 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, 都会有人说三道四。 这个世界,我们都只来一次, 记住一句话说道, 想得太多会毁了你, 若无其事,才是最好的报复, 何必向不值得的人证明什么? 生活得更好, 是为了自己, 自己度自己, 自己劝自己, 希望每个人都珍重自己的身体, 任何时候, 只有一个好身体, 才有重新开始的勇气。 纪红太可怜了, 你们觉得呢, 欢迎评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